你看四处全书编的是 经史刺激 智慧在经在字 经验经验在史在历史里头 你去寻找 肯定有解决的方法 老祖宗知道清楚 怕后人疏忽 特别给了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永恒不变 就真理 佛在经典里面 给我们讲苦罗儿徒 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 但是要记住佛的开始 先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我们没人给我们讲 我们做错事情 佛宽宏大量 原谅我们 他不怪我们 不自卫我们 那我们也要用这个心态 对待现在 一些作物的众生 也要像佛一样 原谅他们 他们可怜 他们无知 他如果说是 像古时候 接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教育 他不会这样做法 那么今天 整个世界社会 灯弱 灾难频繁 有没有方法 来挽救 方法有啊 以前曾经有人问过 他说我们小孩 遇到困难了 他会找他爸爸妈妈 来帮他解决 是我们今天 遇到困难了 怎么办 还是这个例子 找老祖宗啊 问题就解决了 真能解决 老祖宗不在世了 老祖宗的智慧 老祖宗的经验 流传下来了 在哪里呢 老祖宗的智慧 在经里面 你看四书全书 编的是经时自及 智慧在经 在自 经验 经验在史 在历史里头 你去寻找 肯定有解决的方法 老祖宗知道 清楚 怕后人 疏忽 特别给了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 永恒不变 就真理 八个四 建国军民 教学危险 那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教学 教学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在佛法 根本法里面说的 佛之道 苦落 妙贤 苦落 苦从哪里来的 从迷惑颠倒来的 你迷惑 你迷惑 你就会做错事 你就会受苦报 迷惑 如果你觉悟了 你醒悟过来了 你不会做我事 你会断我行善 那你就会利苦的路 这是大前提 大原则 今天众生这么苦 没人教 教什么 教人猪 这就叫教育 不是教这些科学技术 那个不是教育 中国人讲教育的时候 是教人猪 那是教育 这一桩丝 我们要明白 中国古圣献献 从小就叫人觉悟 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你的一生 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会把关系 处得非常好 关系处好 那叫得了 懂得 懂得因果的关系 不但不会做卧室 因为我念 都不会生气 那善有善报 我又我报 你的心善 思想善 言语善 行为善 你一生 想不尽的佛报 这佛报从这么来的 物质上的享受 我们世间人看这个为佛报 其实 那是佛报里面的一小部分 财富 财富命里有的 命里有多少 你没有办法强求 你想超越你 这个命里面的财富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做不到 你命里就 你想不得减少一点 也减不掉 你命里怎么有的 你过去生中中的因 这一生果报现前 财富是国报 不失财物 是因 这一生当中 得大财富的 亿万富翁 钱是修财 不失修得多 到处散财 看到贫穷人需要的时候 他一丝毫吝啬都没有 但这一生得大财富 这么来的 聪明智慧是国报 过去生中 罚不失 健康长寿是国报 过去生中是无微不失 修这三种不失 他就得这三种国报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过去生中没修 这一生要是 运气好 遇到高人指点 你能相信 这一生修来得及 我就是这个幸运的人 我年轻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都没有 有很多人 给我算命看相 我很相信 命里财库是空空的 要饭的命 聪明智慧 还有一点 这一生能转过来 就靠这一点 无微不失 没有 短命 我相信 我们家乡的人知道 家乡在我 真祖父那一辈 还不错 祖父那一辈 家就败了 到我父亲这一辈 是平无力追之地 在故乡 没有一谋田地 没有房屋住 我一个人 跟几个同学到台湾去了 遇到传统文化 遇到了佛华 张家大使劝我出家 有一个人 没有后顾 只有我 那命里不行 命里财富 什么都没有 他就叫我修 所以这个是他老人家 教给我的 教我修菜布施 我说我吃饭都问题 都成问题 哪有菜布施 他问我 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 一块钱勉强 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 要有布施的念头 要有这个心 遇到有机会的时候 你就得修修 睁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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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